大家好,我是平安,欢迎来到这个通过改善生活中的细节和思维方式来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通过磁场的改变来改善你命运的频道 节目里所有的内容和方法都是需要一段长期时间的积累 至少21天以上才会有所回馈 如果你喜欢,欢迎订阅、转播,还有点击小铃铛 因为只有不断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吸收到这种正能量的东西 我们的地球才会共同来提升振动频率 好,今天我们要进入万能要时的第六章节 思想的能量就是如此 如果思维闲善,神游太虚 能量就无法集中,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但通过全神贯注,把意念集中于一个目标 假以时日,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将使你更好的理解 自你降生人士以来最奇妙的一种机制 一整能够让你自己创造健康、勇气、成功、财富 以及一切你想要达到的意境的机制 要知道,是需要让你去谋求 是谋求创造了行动 行动才能导致结果 这一演变的过程将永远建设着 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明天 个人的发展如同宇宙的进化一样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中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能力还有容量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我们就会成为道德的绊脚石 在路途中不断的受累 这一道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成功应该伴随着最为崇高的道德理念 那就是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利益 心中永恒的梦想 坚定的渴望 以及和谐的关系会帮助你实现目标 我们必须保持累在的平衡与和谐 想要获得智慧 接收者必须同传递者不掉一致 思想是心智的产物 心智是具有创造力的 但这不意味着宇宙会改变它的操作方式来适应我们 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同宇宙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 才有资格索求我们佩德的一切 出现在我们前面的将会是康庄大道 哦对了 上周我让大家准备一张照片 可以取出来吗 那今天呢 在我们用上这张照片之前呢 我们也是像之前一样 要同样的来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盯住目标 全神贯注的理论 宇宙精神如此奇妙 深不可测 它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结果 带来无限的实用性能量和诸多的可 我们知道心灵不仅仅是精神智慧 也是物质存在 那么精神形态是如何分化的呢 我们又如何获取我们渴求的结果呢 如果向电学家请教什么是电的功效 他会告诉你电是一种运动的形式 它的功效取决于它的运动方式 由于运动方式的不同 电的功效也不同 因此呢 我们有了光 热 电力 音乐等等 证明电力供给我们驱使的种种奇迹 思想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呢 答案是思想是精神的运动 思想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思维机制 这就是一切精神能量的奥秘质所在 它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机制 那什么是思维机制呢 你应该知道一些电学奇 如爱迪生 贝尔 马可尼等人发明的机制 他们打破了时空空间地点的限制 而你可曾想过 那发明宇宙无所不在的潜在力量的发明家 远比爱迪生更加高明 他把这种机制赐予了你 让你有能力改造整个宇宙 无论我们使用哪一种原意机械 我们都习惯性地查看这些机械的原理 以便耕作 如果我们要开动汽车 我们首先要明白汽车的操作规程 然而我们中绝大多数的人 却无视自己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命机制的无知 这种机制就是人的大脑 让我们检验一下 让我们检验一下这种机制的奇迹 尽管结果千变成化 但它形成的原因无非是同一种机制 让我们来更好的领悟这种机制吧 首先有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 我们在其中生活运斗存在 精神世界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 它随时对我们的渴望做出回应 它的回应与我们的信念和目的成正比 我们的目的应该与我们的存在法则相和谐 也就是说 这种信念应该是建设性的 创造性的 这种信念应该强大到 足以产生一股充足的力量 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你的信念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这句话经得起科学的验证 外在世界产生的效力 是个人与宇宙之间 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过程 大脑是完成思维活动的器官 想想这其中的伟大奇妙之处吧 你喜欢音乐文学花朵吗 你的心灵是否会于那些古代的 近现代的天才发生过 请记住 在你获得所有的美的感悟之前 你的大脑中已经有了一个 能够与之沟通的轮廓 在自然界的宝库中 没有任何一种美感或原则 是大脑所不能释放的 大脑是一个胚胎结构的世界 它在任何需要的时候 都能够发展成型 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科学真理 是自然界中最为神奇的法则之一 你就一定能够领悟到 那种创造各种成就的机制 神经系统与电炉相似 它是一个细胞的蓄电池 这是能量产生的地方 精神纤维 神经纤维就像绝缘电线 电流在其中传递 所有的冲动和渴望 正是通过这种渠道 在这一体系中运行 脊椎是聚能发电机 也是感官渠道 大脑发布和接收的信息 通过它来传递 还有脉搏跳动 血管里流畅的所需的血液 不断更新我们的能量和气力 最后是我们美丽细腻的肌肤 用美丽的躯壳 覆盖着整个身体机制 我们全部身心都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架构 这就是永生之神的电 而个体的我可以掌管这一个电 一切成就都取决于 你对于在自己掌控之下的这种机制的领悟 一个想法都赋予脑细胞以推动力 刚开始脑细胞中的相应物质 全拒绝对这种想法做出的回应 但如果这一想法足够精确 足够集中 这种物质最终会屈服 并且非常美地释放表现出来 心灵的这种影响力 能够作用于身体的任何部位 可以消除一切不受欢迎的效果 如果你的心灵能够很好地理解 领悟掌握精神世界的法则 那么它在商业行为中 将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它能提高你的洞察力 使你更好地理解问题 做出更加完美的判断 那么关注内在世界 而不是外在世界的人 在对这种全能力量的使用上 永远都会被绊倒 而这种将最终取决于他生命的旅程 许他的生命于世间最为美好 最为坚固 最令人向往的一切发生共振 在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全神贯注 集中意念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适当地集中精神意念 会产生难以置信的结果 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未溃见蒙顺的人来说 培养意念 集中的能力是每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物质 也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至高成就 如果把全神贯注的能量比作放大镜 那么就容易理解的多了 它可以聚焦太阳的光线 如果把放大镜晃来晃去 光柱不断的移动 这时的放大镜没有任何的能量 但如果让它静止下来 让光线集中于一点 停一段时间 马上就可以看到奇妙的效应 思想的能量也是如此 如果思维闲善 神犹太虚 能量无法集中 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但通过全神贯注 把意念集中于一个目标 假以时日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药方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 不错尝试一下吧 你们这些不知全神贯注的 某个确定的目标或目的 为何物的人 选择一件物件 选择一件事物 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目标 你肯定做不到 你会不下数十次的走神 然后才回到初始的目标所在 每一次的效力都会上失 十分钟过去了 什么收获也没有 因为你根本做不到 把思想集中在这个目标上 然而通过意念的集中 这一定是会战胜前进和攀爬过程中的任何困难 而获得这种奇妙能力的唯一途径的实践 就是孰男生巧 不光这件事情这样 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大金融家们都在学习过避世退隐的生活 以便远离人群的喧嚣 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计划 并培养出正确的心态 成功的商业人士不断的证明着这样一个道理 与其他成功的商业人士的所有思想相保持着联系 定会得到可观的回报 一个金点子可能会价值连城 而这些点子只会出现在那些善于接纳的心灵中 那些随时随地做好准备的心灵中 那些具有一个良好模式的心灵中 人们开始学习与宇宙精神保持和谐 他们在学习与万物保持一致 他们在学习思维的基本法则和原理 而这些正改变着环境 结出多倍的素果 他们发现环境境遇 随精神进步和心灵成长而变化 他们知道认识伴随着成长 激情伴随着行动 洞察力伴随着机遇 一切种是源自心灵 蓄而才有无边无际无止境的进步 个人不过是宇宙分化的渠道 因此进步的可能性必然是无穷无尽的 思想是吸取精神能量的过程 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只知它成为我们日常意识的一部分 这就是让你通过坚持不懈地实践 一些基本原理 从而让你做到这一点 这正是能够打开宇宙真理宝库的万能钥匙 人生一切苦难无非有两种 肉身病痛与精神焦虑 这些往往可能元素到某些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 这种违背毫无疑问 是由迄今为止的知识局限所造成的 然而过往年代中积累的阴云即将散去 随之消逝的是由于信念不完备 而导致的种种悲苦的境遇 人可以改变自己 提高自己 从塑自己 掌握环境 把握命运 但凡能够清楚地意识到 正确的示威方式 在建设性行为中起到 何样作用的人都能得出如上的结论 今天为了培养全身贯注的能力 取一张你刚才准备好的照片 然后再回到以前那个房间 用同样的知识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仔细地去观察你手上的这张照片 至少要十分钟 特别要注意这张照片中眼神的表情 面部的特征 衣着装扮 发型款式等等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 然后盖住这张照片 闭上你的眼睛 试着用心灵观看这张照片 如果你能够把每一个细节看得非常清楚 在脑海中出现了这张照片非常清晰的图景 当然了这个过程是要坚持一个新一周 或者甚至一周以上 如果你能够达到 那么就要恭喜你了 如果不能 那就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成功为止 当然了这个过程呢 只不过是一个松土的过程 下一周呢 我们将学习如何播种 通过这样的练习呢 你一定能够学会控制心灵的情绪 态度和意识 好 那我们下期见